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课是我们的大三格林讲师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娘好 下轮廓 名《たち Russian 》 波《大三 》 摆牛大三 朗 掌声欢迎 向盤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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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出席班要學的 這個放的,你現在鄉鄉聽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沒關係,慢慢聽了 我們就對整個概念更清楚 在開始這個之前 我們的官網 來 你們去看官網 我們有個東西 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所屬台灣民政府被美國法務部 國家安全署 准許登記 為外國代理登記法案 所允許外國政府 及准許其公開遊說之法律意義 很多人看到 我們前一陣子都出現了 來,再往 回到我的PowerPoint的第一章 回到我的PowerPoint 你們去看這個,我們有這個 上面 簽名的部分 美國法務部下面有一個單位 叫做國家安全署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 等一下,這可以按嗎 Can work 我已經開關了 它已經有亮了 變綠色才可以 可是我還是按不下去啊 你看看 按左右的前後啊 按不起 不能動啊 OK,好 可以了齁 OK,很好 台灣人齁 從來看這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齁 那我們就慢慢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美國法務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不是法院齁 跟這無關 法務部是代表美國國務院 下面的一個單位 美國基本上 美國政府分成三個部分 這是 這是 Legislative 就是 立法 然後這個是 行政 Executive 然後這個是 Judicial 就是 法院 部分 跟法律有關 就是 Court Supreme Court 就是 來評估 法律 怎麼去執行 然後這個是 Carry out law 立法院是 建立法律 對吧 在那邊通過法律 就會變成要執行的 所以這是 Making Laws 製造出法律 立法院是製造法律的地方 透過什麼呢 Congress 下面有 Senate 跟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K Senate的話 每一週一個代表 總共幾個人 美國幾週 50週 所以它有100個人 對不對 2乘50 100投票的話 都一樣會怎麼辦 所以美國的副總統就是 多那一票 所以美國的副總統就是 所以美國副總統 同時也當作 Senate裡面那個 最後決定性的那一票的人 所以他們有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那是 眾議院 上面這個叫做 參議院 眾議院是按照 人口比例來給他票數 所以參議院的人數會比較多 那這只有50週 所以只有一百個 他們設立了法律以後 交給行政部門去執行 行政部門誰 有總統 副總統 跟Cabinet Cabinet 就是它的下面不同部 比如說 State Department 就是美國外交部 OK 那我們再看看 就不同的部門 有沒有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農業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就是商業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就是商業部 國防部 講到國防部就需要注意一下 因為台灣民進府上面的 就是美國國防部 我們直屬美國國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部門 能源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這個 美國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部 其部門長官 想有閣員的地方 Cabinet Head 負責的任務是保障法律的施行 維護美國政府的法律利益 維護美國政府的法律利益 這邊講不是美國人民的法律 美國政府的法律利益 跟保障法律 對美國所有公民是平等的 司法部是由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機關所組成 而非司法機關所組成 它不是司法單位 它是行政單位 確保美國的法律 政府的法律得到保護 那我們是這個部門 蓋印 它的這部門下面的 這個東西 那美國有一個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它裡面NSC 我簡單說就是 這是 你有沒有看 它是美國法務部下面的一個國家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批准的台灣民政府為外國政府 很多人對這個看不見 很簡單一句話 所有替外國政府 或者外國組織在做 Promotion 推銷概念 理念 或者Lobbyist 就當遊說的團體 如果美國的公司替它工作的話 它都要通過美國的這個部門 下面的安全署去做調查 你通過之後 它才給你認可說 你可以替它工作 不然你如果替恐怖分子 做宣傳怎麼辦 還得了 不可以這樣 所以 它就要先檢查 在台灣民主公司 有什麼原因 是怎麼去刑警 你們是什麼樣子的主要 才需要去刑警 對吧 第一個 你通過表示什麼 你符合它要求的條件 下面的組織 它叫外國的主支或政府 通常美國所佔領地區 所成立的政府組織 不管是民視政府還是什麼 都是屬於外國政府 替外國政府工作 他就要申請這個許可 之後美國公司才可以替他做宣傳 才可以替他游水 是這樣 所以這個安全署就會徹底的調查 你是不是詐騙集團 美國如果調查過 哪有可能是詐騙集團 你知道嗎 所以等於是反正攻 台灣民進府就已經被受 正式被承認 在他的正式的 那個假的 不可能過 在那裡就表示 從另外的角度來證實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只是針對這個 網路上的一些 大家不了解的地方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今天一個題目是 台灣史解碼 解碼這是知道的意思嗎 解碼就是我們出國去買DVD回來 在國外買回來 放在家裡沒辦法看 為什麼 不同的馬區 你如果沒有解碼器你看到沒有 一樣 在台灣 放在台灣人的腦裡 透歷史是什麼給你的 中國人放在你腦裡 對不對 要跟你騙得怎麼樣 我們看不到 但是我讓你解碼器 把它蓋起來了 讓你媽最了解 比如說 我說 我剛才一句話就跟你說清楚 我說是中國人放在你腦裡 那是什麼意思 就表示這不是真的 是中國人放在你腦裡 本地不是這樣 你放的不是屬性 他放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要跟你通知更方便 所以他有一套說法 公法 來 簡單 讓你兩字 你把整個中國人自己去解的歷史 都一看就清清楚楚 拿兩個字 就是這兩字 尖命者 和比尖命者 我見解的 我最初都問你這件事 問台灣人說 台灣人這個土地上面有幾種人 我們台灣這塊土地有幾種人 你覺得有幾種人 沒有啦 我答案這個沒有 正前你想說是什麼 正在台灣人說什麼 有客人 有火路人 有鑽酒 丟酒 還是 沒有啦 丟酒、中酒、客人 都是中國人 是不是 你租屬性對下來 不是啦 那中國人可以改 有高山族 三地人 本身人 外星人 很多說法 但是這個所有你現在說的 都不是 不是 不是真的 是中國人 為了要把你通知方便 才把你教 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知道嗎 本來中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是尖命者 我們是比尖命者 我們人比較多 那是百幾萬而已 要把你吃 要怎樣控制 先把你分作一塊一塊 口罐 讓你自己裡面去 搭來搭去 你客人 既然還給我 那些人 那些人 做特色 你不合 你在做特色 從正來 從中國開始 從台灣來 你就繼承儀貫義官公法 對吧 以前半條人去了 人家都拿去看照片 對嗎其實都不是 這土地只有一種人 就是台灣人 本人不如跟古代奧貝 坐在這裡 超過四萬年了 我們的收生坐在這裡四萬年了 生產這幾十萬年了 那是他們最近才來的 為什麼要說這麼厲害跟比較厲害 我哪不用其他的名詞 說外來的還是移民來的 我怎麼不這樣說 因為我跟他說 這就代表台灣現在的性質 台灣這個土地現在到底現狀是什麼 就是比這些土地的人 這個土地到現在的位置 又是比這些地方 但是中國人不讓你知道 他跟他說這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但是我跟他說 中華民國憲法至今 也領土部分沒有包括台灣 因為他如果要通過 中華民國土地的變更 一定要國民大會通過 因為現在當時哪一屆的國民大會 變更跟台灣加進他的領土 從來沒有過 他也不敢這樣做 如果這樣做的話 美共也會把他修理 沒有辦法這樣做 沒辦法變更領土 如果不是你領土的地方 怎麼可以實行中華民國憲法 我請問一下感動 美國憲法可不可以實行 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上 不可以嘛 你的憲法只能管 尚在你的地方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那裡的憲法 怎麼可以管理台灣 台灣人拿來做什麼 很奇怪 那跟你什麼地帶 中華民國憲法跟台灣沒有關係 可以怎樣 台灣人就下一句話說 為什麼過去都這樣 那就是糞便了對不對 台灣人是怎麼跟他們配 那些人 明明中華民國憲法 不能實行台灣 是怎麼這樣做 所以我告訴你 這是違反戰爭法的行為 這一步就沒有 我再說越多了 現在講一步就沒有 先跟我們說一句話 戰領者跟被戰領者 這兩句話 什麼叫做減領者 什麼情況之下 會產生 戰領跟被戰領的關係 都要有修正 什麼叫做被減領者 什麼叫做被減領者 減領者是什麼人 一定是外來的人 你本地住在這裡的人 因為你戰書 人帶來你的土地 他是外來的人 對不對 所以減領者一定不是 本來台灣人的人 一定是外來的人 對不對 本地不適合這個土地的人 一敗 把你減 那個叫減領者 比減領者 本地住在這個土地的人 那種減 叫做比減領者 對不對 會產生這個情況 原因是什麼 戰爭嘛 你輸掉 你贏就變成不是這種情況 你也不在自己的土地贏 你一定是在那邊 把人的土地去賺 把人減領人的土地 人現在是人 走來你的所在指標 是你建書 把人的土地給你灌 對不對 因為你打不贏的人 對不對 這樣知道嗎 這是很簡單的觀念 減領者 無關你減領者 還是比減領者 有一天你會說 我穿起來的時候 變成減領者 為什麼會 我本來是比減領者 我輸掉了 我哪有可能 在我自己的所在變成減領者 這本地有你的土地 你為什麼會比減領者 哪有可能 對不對 我現在剛才跟你解釋 什麼減領者 比減領者 你自己的土地 你不會變成減領者 這本來就是你的 哪有說減領者的問題 你要減這些人 你自己就說我減自己的房子 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 這本地有你的房子啊 一定是別人隔壁 出兵來到你家 跟你減 那就是減 所以你如果是比減領者 沒有一天 會說我剩下之後 比減領者 你剛才說的 那就是台灣人過去 叫騙七十年就這樣 因為中國人會說 我們做一個來做減領者好嗎 是這樣的啦 台灣人就這樣叫傻子 叫騙子 真的想說 因為拿了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我就變成減領者了 以前我們前排嘛 我們本來的阿公阿嬤 北部一代就是日本人嘛 我們建書嘛 二次世界上打敗了 美國人打敗了大日本帝國 對不對 就要求中國人來管 我們就叫代理的 審領者給我們管 就是這樣啦 我們是比審領者 我們不可能有比審領者 變成審領者 他們也不可能 對審領者比作比審領者 這兩個身份都換我們換掉了 只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他的身份就不會改了 他就因為來的人嘛 他怎麼可能比審領者 他當時去打敗了沒有啊 所以中國人跟他帶來的 難民跟他們的後代都是審領者 對不對 你不用說外産人跟那個無關 他們就是審領者 我們是台灣人跟我們的後代 都在比審領者 這樣知道嗎 那有人問說 這怎麼這麼結婚生 你為什麼要吃 那就是要看你啊 那是比較複雜問題 今天我們不討論 那比例不大 主要是 贊領者跟被贊領者身份要搞清楚 OK 你知道嗎 現在下一個問題 他如果把你檢查 可以檢查多久嗎 有嗎 他要檢查多久嗎 國際的法律上有規定說 你把人檢查多久就要走 他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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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國際法律上 也沒有規定說 你當時可以走 所以 美國佔領了 波多利哥跟西班牙戰爭 那邊 波多利哥 官島 這些所要來拿到手道 都在地點到今天 還要走 沒有順便要走 就是這樣 如果贊領者的話 現在沒有法律規定 因為也沒有一個很強的國家 跑出來說 你怎麼走 就一個國家公共的國家走出來 對嗎 要走 不然在這個情況之前 不會發生 現在問題 我們現在看這個道 好不好 什麼 口袋 這樣 變得非常非常美 就是 我們現在的身份 你知道嗎 台灣人是比 真的要做 清楚了 因為我們 北部歷代的建書 日本人的後帶 建白的老在台灣 我們是比 真的要做 本來就是台灣人 也是日本人,我們去用鎮 鎮鎮的鎮鎮鎮是誰? 古年我們有一個大遊行 萬人大遊行在台北街頭東區 這麼萬人騎在街頭 你們知道這個事情嗎? 我知道,我看到什麼 我們的訴求有六大項 其中一項就是就金山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決定台灣這個土地是下人的根據什麼? 就金山合約 上一次就是下官條,就是馬官條約 大清帝國皇帝割讓台灣朋友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那是皇帝跟皇帝之間的交易行為 為了不要再打下去 他說不然我土地給你,你不要勾勾給我打 不然再打下去怎麼辦? 大清就給我滅亡,日本就把整個都吃掉 所以他就跟他講條件 你如果要打下去,你就撩人撩時間撩錢 不然這樣貴,我土地先給你 你要最愛我先給你 你就生錢、生時間、生人 不用見識,沒有人要愛 我土地掛給你 就跟台灣澎湖和僚同辦 掛給誰人 日本就不對了 日本天皇 所以那時候是ownership的天皇 擁有所有的土地 大清也是大清皇帝擁有整個中國的領土 你知道嗎?很清楚 國家的觀念比較像是說 這個皇帝委託一個管理公司幫他管理 就像日本時代的秀軍將軍 還是說英國首相任命總督 還是總理去管他家的人 但是擁有這塊土地就是只有一個人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我們怎麼來? 我們被禁止 你去找禁止了 你就要想什麼事情 我就知道 禁止了 到底是要愛什麼東西 你就要去研究 你如果沒有研究是怎樣? 你都在地上去給他 去福到不知道的人 對不對? 水災它吞塔 但是你如果比較聰明 被禁止了 你就要想 是什麼事情 可以抑鬆 這個禁止了 不會做過頭 對嗎? 說你不能把我帶來根據什麼東西 好教授 現代的國際社會 有一個法律 叫做戰爭法 建政法 就是你在戰爭之後 就要對你 競爭的人 不能非人道的處理 灰 這是大家的共識 從拿破崙以後 後拿破崙時期 大家有一個不成文規定 各個國家都遵守的 萬國的法律 其中有一個部分 就是什麼叫戰爭法 什麼叫佔領法 都規定很清楚 說你如果去那裡 你不能改變當地人民的議員 你不能改人的制度 我在說這個的時候 你孫子想看美國去伊拉克 最近是不是美國打擊伊拉克 對不對? 你看美國去伊拉克 有改他的議員 叫他來講他 有改他的政府 也沒有 只有外人而已 那制度沒有變 說你的中國不能先回教 把他改成基督教 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去佔領人的地方 有幾個國際法的規定 說你不能改人的議員 你不能改變他的國際 伊拉克後來有變成美國的? 沒有 你佔領伊拉克 叫你說你佔領的就是你的 叫中國人的說法是這樣 結果沒有 美國是按照戰爭法 在執行事情的國家 所以他幫伊拉克成立軍政府 軍政府跟民政府 讓他成立一個新的政府 讓他不會再跟美國繼續對抗 這是岩目的 弄完了以後 他就離開了 軍隊就撤開了 就由他當地的民政府 繼續run這個伊拉克這個國家 他就建立一個跟美國是友善的政府在那邊 他根本也建立一個跟他不友善的政府 不會啊 既然我幫你打贏 我就要建立一個跟我友善的政府 以後 大家最好 對不對 那如果跟我對抗 抗到你乖乖乖乖為止 你就是戰爭很現實的 他說我 submit 我願意臣服給你 這樣就好了 好這樣我就離開了 但是這個過程中 我剛才說那個幾人 不能改你的議員 不能改你的制度 不能改你的 這是什麼問題 那就是主權 所以佔領不移轉主權的建議所 你把人家贊助 你不能改對方的議員 你不能改對方的宗教 你不可以改變對方的人口結構 你不能大量的人 走在裡面跟人家籃 藏 從中國走在西藏 對嗎 大量的中國人 走在西藏跟西藏的人去籃 改人的宗教 變成大陸人的 那些人 走在哪裡 走在哪裡 印度的德蘭莎拉 並做西藏流氧政府在印度 德蘭莎拉 對嗎 你知道嗎 那就是流氧政府 但是他不能說 印度政府做一個土地 他就說 這就是西藏 西藏國成立了 可以這樣嗎 不行 因為那不是土地 人家就在哪裡 同樣中國人走來台灣 流氧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不可以來到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想要在這裡合法 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現在他們就是這樣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流氧政府怎麼會走來台灣 台灣不是你的地方 台灣的土地到現在 又是大日本帝國的 美軍在那裡 這兩個人都說不清楚 你敢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的土地 你敢實施憲法 結果他每一個人做到 每一件都違反戰爭法 而且這個人 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又是代理的 代理者 又不是真的打贏日本的 他以前根本沒有 載贏日本 輸到藏口 那時候中華民國 都不再跑去 跑去重慶去 對不對 他怎麼有載贏日本 那是美國人政贏 美國人政贏 美國人政贏 不要叫蔣介石 帶他們的部隊 來代替美國人 請領台灣 是這樣的 故事就是這麼簡單 那現在又來了 比簽領價 跟你簽之後 可以簽多久 怎麼有規定 沒有規定 沒有錯 但是 時間上沒有規定 但是條件上有規定 要聽說 時間上 我這樣說 一個故事給你聽 比較簡單 這個人 很豪華 王晟 去買一間公司 如果他買來之後 他自己親身去管 太累了 因為那個公司太大了 幾萬人的員工 要怎麼 也請一個專業管理團隊進去 對不對 專業管理團隊啊 就是去裡面管 時間到替他賺錢了 來到他的 那就是公司的 當署長 擁有這家公司 叫一個經理 替我管 對不對 是不是 這經理如果做得很好 為什麼要叫他走 不會 做得很好 把他搖滾 叫他走下去 是不是 所以 對這個經理來說 他沒有任期的限制 只要他表現很好 一直做下去 沒有錯吧 做給他退休 做給他賣做回去 但是 如果有一個情況發生 那叫做條件式的限制 條件是什麼 這個經理如果 去那個新的公司 替我 飛飛亂做 對不對 給我賺10塊 替我補2塊 對不對 那就是 來亂的 我交代你做的事情 你好好做 沒辦法 還給我頭夾 錢 我一定叫你走 那叫做條件式 不是時間式 你符合貪污的條件 你都要走 對不對 還有一個 你來我公司吃頭路 但是你對我的萬工 給我 給我 我也要叫你走 對不對 我剛才叫你做經理 是好好幫我關這間公司 你給我 給我 員工太累了 員工 萬分是當時就叫他這樣做 我一定 外面受到影響 我一定叫你走 對不對 還有一個條件是什麼 好 好 這個經理 搬到一個人 想要把這個公司整個吃起來 好 是不是 這是我的公司 經理說的 整個公司 要把這個公司吃起來 那就是我老闆要把你處理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 把這個同樣的故事 套在中華民國身上 他是代理者 跟經理一樣 美軍叫你代替他來關台灣 沒有送給你喔 你好像經理喔 在美國 台灣關係法底下 你是台灣治理當局 你負責抵禮啊 但是你如果違反下面幾個原則 你就要走 其中一個 你佔領不宜存存 戰爭法 你每一項你都違反那一項 你就要走 是不是 只要我叫經理 經理給我婦婦亂做 祈福相同一樣 你祈福台人 太累了 最近我們出了一個影片 他說 他說 他說什麼 蔣介石的部隊來到台灣 剝奪台灣人的國籍 without the consensus of United States 沒有美國同意之下 剝奪台灣人的國籍 發你身份證 國民身份證 還好笑 還不是公民 現在叫你投票 你根本就用國民身份證來投票 他做什麼 發你護照啊 護照是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才可以發行護照嘛 你流亡政府發什麼護照啊 還有一項 對台灣人增兵耶 他們居然還有國防部耶 流亡政府還有什麼國防部 怎麼可以對台灣人增兵 那都違反戰爭法嘛 你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怎麼可以增兵 所以現在 國防部一定猜測嘛 軍人結束了嘛 表面上叫國防部 但是沒有軍法 沒有軍法就是沒有軍人 所以最近 那軍人不是走那 民宅裡面給人討問 有人在賣日報的名單 什麼東西 相關的資料 憲兵隊長帶兵去裡面 還會把東西拿出來 結果是什麼人去審判 檢察官你不覺得很好笑 過期來說這應該是軍法審判軍人嘛 對吧 那種民法審判軍人 表示現在已經沒有軍法嘛 那如果沒有軍法就是沒有軍人嘛 那沒有軍人的話 這一定軍人是在做什麼 還穿軍 那是什麼 他在穿四服 對不對 演義給你看嘛 實際上沒有軍人這種東西嘛 如果真的軍人就要軍法審判了 那不是 沒有嘛 竟然知道中間邏輯嘛 那現在好笑了 為什麼無罪開示 他說沒有跟別人吵架 我跟他講一下 你如果真的講軍人 軍人憑什麼對百姓可以下命令 是不是 軍人呢 美國軍人應該像親自在 美國平民的家裡 抓著說你叫問題搞出來 憑什麼 是不是 他沒有這個權利啊 軍人 他想到過期那個時代一樣 軍人跑到民宅裡面 強收民 叫他把東西講出來 我管你口氣怎麼樣 你本來就不能跟人 百姓接觸嘛 對不對 不能以軍人的身份 跟百姓接觸 所以他穿軍後 用那個民進力 去壓迫 他 平民百姓怎麼回事 對不對 這都違反事情做得到 我現在說條件是 中華民國會符合他 這幾個條件 再加上就是 中華民國想辦法 把美國的土地吃起來 是不是 現在做什麼 不管你民進黨也好 台連也好 國民黨也好 都是 統一掛的 哪一掛 就是要把台灣吃起來 要把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 要把中華民國 把美國 折捏的土地吃起來 你不要以為蔡英文就是台灣人 不是啊 因為你是在中華民國裡面 宣誓就職 你說520 看有沒有怎麼宣誓就職 他感覺說 他不承認中華民國 不敢 最近參加WHA 你都會說 你都不要承認中華民國 錯了 你有沒有看到WHA上面 那個邀請函上面寫什麼 你是有什麼名義進來的 去進入WHA你知道嗎 他發一個邀請函給你 我們這裡防禦購買是 傻瓜 另外誰 Chinese Taipei 你去付會就表示你是Chinese 你台灣人怎麼不是Chinese 不是啊 你付什麼會 人家是誰會在台灣的中國人去參加付會 你只有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你才會去付會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如果台灣人跟我什麼 分析內 無關的 我們是日本人 除非你發育是由日本的 我們是 在日本 附屬在日本底下的 這樣可以 對不對 我們現在去接你了 所以你應該是附屬在美國底下 你去參與這個會 你知道嗎 我們是被戰領地的百姓 也可以在 世界衛生組織裡面發生 只是你的上面 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管自己的能力 我們還是occupied territory 被佔領地的百姓 當然有權利 也有派代表或觀察員 在這些世界衛生組織裡面出席 但是你就要在美國的管轄底下出席 所以我們有這個權利 跟美國說 美國你就要給我一支 但是你的名字都要寫得到 你不是這裡才買 是日本人 要去申請加入WHA的相關的會議 WHA是 這是 HELTS ORGANIZATION的 World Health Assembly 是會議 上面是WHO WHA是在 聯合國底下的一個組織 是針對於衛生這方面 先有UAN 然後才有WHO 然後WHA 這是Assembly的意思 再來 這之前花了很多時間 回來這裡 最簡單的開始 所有的人類 人類開始有歷史 然後又有一種形式出現 什麼形式 部落 都是部落 為什麼 因為共同的 狩獵 爬爬的地方 或是競座的地方 或是水 有水的地方 大道頂的幾個家庭 甲組會就叫做部落 這樣對不對 部落 死過的都是 那如果部落跟部落之間 相關 咬到之後 會怎樣 開始修台 不一定 還有一種就是 要甲更大的 講條件 那兩個甲組會 人比較多 就沒有人感覺我欺負 這樣好不好 要說好 就變得更大 本來一百人 現在變兩百人 沒辦法跟我們爬 這兩百人 吃到好處之後 就說 四百人應該更強 那邊的人五百人 我們基礎也有一個尺寸 所以還加第三個 第四個 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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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一個叫做Kingdom 王國的造材 所以過去 古早時 中國時代 王國都是這樣 就是很多 部落 都一樣 日本也是這樣 很多 你知道嗎 這個概念 有了下一步 這叫做部落 部落之間會有戰爭 修台 過去 怎麼台法 如果胖子都被對方 死掉了 沒有一個把你老 我剛才說 有的會兒說 我幾年時說 有的會兒說 怎麼台法 現在有的會兒 你看 西里亞戰爭是不是這樣子 伊拉克戰爭是不是這樣 是啊 他們的宗教戰爭 什麼族的 庫德族的 什麼站後 就把他對方 帶得清潔溜溜 不會給你留火口 就是這種台法 但是故事這樣不對 帶了之後 我要土地變大 人變少 所以他就做一件事 把你的老弱婦孺 抓起來 老來修容 做老蕊 這樣知道嗎 土地變大 人變少 我就不覺得很疼 所以我整個對方 比較 男人的 比較用的 比較聰明 老弱婦孺 做事 你知道嗎 那個名字 我給他那個名字叫做 recycle man slave recycle 就是這種沒有頭 person without head 就是人沒頭 什麼叫頭 他們還有頭 怎麼沒頭 那沒頭 沒頭的意思就是 沒效忠對象 你本地的效忠 你本地的部落 現在這個部落沒了 沒了 就是沒有效忠對象 你現在只為了要吃青 要生存 挖掉 這樣而已 對不對 沒錯 你也不想效忠對方的部落 你只是勉強的用一個身體 每一天為了要吃青 挖掉的 那就是努力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 叫做recycle man 叫做資源回收人 什麼資源回收 你知道嗎 不是去收本所的人 也不是去收本所的人 是什麼 就是你前排之後 你本來要動作本所 要等到共台 沒有把你台 把你撈起來 撈起來 繼續把你使用 叫做recycle man 你知道嗎 每一天為了要做什麼 做什麼 資源回收人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就這樣啦 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加上香港就是這樣 香港 中國輸給英國 英國在這裡創一個系統 對不對 香港人每一天只吃青 做室 叫水 買東西 他就沒有效忠生 他就已經做了 一切可以做 我做了 現在中國要收到回去 他就不開心了 因為中國的制度比較落後 所以他們就開始要走 就開始移民 九七之前都走 走澳大利亞 澳洲 哪裡 加拿大都走了 對吧 這人人走掉也不好 因為你走到對方的國家 你還是資源為助 也是不效忠對方國家 這種人喔 四過走的 頭路四過 只要有錢 有飯吃的地方 一定去 這人就很努力 全世界都可以用的努力 對方的國家的條件蓋得再走 過去台灣人不是在南美洲 巴西去移民 現在巴西經濟不好他又走 同樣 又回美國 又回美國 又回台灣 西瓜走 那就是資源回洲人 你知道嗎 今天什麼人都要用 以前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 都會做什麼事情 把你整理之後 三件事 宗教語言性是 改你的宗教 改你的依言 改你的生 你以前 本來是拜那個 康義做神的 還是拜那個奔事請做神的 我現在也說是 埃及的戰爭 打贏之後 我當然也不准你再拜過期的神 你再拜 表示你跟我一樣 遲早你會犯 所以我一定把你的神都照著 從現在開始拜我的神 再來 我改你的議員 如果你一句句句說 我不知道你的議員 你會犯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譬如說來臨島的費用 幾天都說印尼化 跟你的朋友說 沒有跟你說你的議員 你的煩惱 你們是要做什麼 是不是 所以你已經要求對方 說你的議員 來給你學生 是不是 就這樣 再來 姓氏 你的生也會賣給你 你如果說我生的那些 遲早你這個當生 還會出亂子 一樣 這就是過期台灣人 對的事情 過期大清帝國 把你通敵那時候 百多年而已 這百多年來 中國人那時候 連打都不用打 因為你太弱了 直接把你做這三階段 所以你現在的生 都不是我們台灣人本地的生 台灣人本地的生 我們的姓氏制度 不是中國人那裡 不是生理 不是男生 有的沒有的都不是 那中國人的秀生給你的 我們本來是跟我們高三族 一樣的生 就是老公的名 加雄阿公的名 加雄你給你的名 三個加社會 現在的新資制度 連印度還在發生 你不要說台灣威 就是台灣人的秀生 不是喔 這也是中國來的 我們本來就是我們高三族 的秀生 是我們過期的秀生 很多也是叫西來亞魚 什麼魚 現在都沒有秀生 因為大清和統敵台灣人 百多年來都給你 連繭都免繭 用這個一條一條你就給了 因為為什麼 你就要把這個 你把這個 這幾條他才有辦法跟他做生理 舊起來你就賀他的秀 舊起來你就賀他的秀 舊起來你就賀他的人 你知道嗎 是這樣啦 再來生也是一樣 要知道 直接跳下一個 請看我們一個圖 給我們台灣人的歷史講清楚 來 四萬年前 大人家周先 躲在這個土地 再來大都王國 叫一個M174 這就是我們 在DNA裡面 說我們是什麼人 老的會 待會兒也講清楚 後來 到13、14世紀 四萬年 走到13世紀 最近幾百年 才開始有什麼 日本啊 西班啊 荷蘭啊 大清地國 走來給你激民 什麼叫殖民地 你剛才知道什麼殖民地 什麼叫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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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個簡單的 那個叫Predator 給你殖民的就是掠奪者 你掠奪你這個土地的資源 那個叫殖民 殖民 不是幫你動作他的人 幫你激民的意思 幫你動作一個樓下的人 幫你求我愛你的子圓 說一個醜漏的就是 男人對男人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我要怎麼 你的水準我要愛你 你老了賣 等於中間都不想負責任 因為你沒有結婚沒有婚約 你就不用撫養他 就沒有這個責任 這就是以前 這就是以前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你殖民地 如果有什麼好床 他都要愛 如果有什麼派床出事 都拉得離離 對不對 所以以前 屏東的外海 有美國的軍艦擱淺 水手都 照在岸上要去求生 結果讓我們的 國刷座的人都抬了 美國人知道了 從大清帝國說 你這個人把我們抬了 賠錢 大清帝國怎麼說 那不是我們管的 那是化外之名 那是化外之名 不是我們管的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者 你要怎麼抬 那是你的事 那不是我們人 對不對 出事 不然拌到二二 我們不想拌 這不是我們人 你不是說 號稱台灣那一管 結果出事 都不是你的事 那就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第一次 台灣人跟美國人簽 國際合約 就是美國人 要跟我們的酬長簽合約 拜祢剛才說 你不可以怎樣怎樣 有什麼樣的 再來 這些殖民者裡面 互相相打 誰打得贏 最厲害的打贏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在1989年 因為紫蘭武戰爭打敗了中國 大清帝國 以後 大清帝國 不要講中國 中國這個是抽象的政治名字 那時候叫做大清帝國 打敗了大清帝國以後 大清帝國的皇帝 為了尋求 不要再打 就把台灣澎湖跟遼東帕國 掛給 掛牛大日本帝國皇帝 結果三國干涉 說不是 遼東帕不是你們的 那是中國 他們的 神生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第二年用遼南條約 又還給中國 大清帝國 那時候 日本人老早就想東北那幾省 現在說到台灣朋友 就掛給日本 日本人拿到手上去 他說不對 為什麼 東半邊都不是他們的 大清東半邊不是習慣的 他只會關關左邊 小小子而已 日本人說 奇怪 建樹在掛連 你家庭 家庭的家庭也掛給我 是不是很好笑 你的土地 你輸人 拔到拔輸 連家庭的家庭 都抵押給對方 是不是很好笑 日本如果拿手上去 右邊都不是你掛的 要怎樣 就去問什麼 問美國 因為美國以前有尖 北美洲的經驗 本來北美洲是誰在大 那些人在大 當時美國人在大 那裡還有一個說法 所以美國說法是 當地的人民是部落的形式 部落就是tribe 你唯一得到這塊土地的地方 就是把它征服 conquer 把它征服 變成你了 所以在日本的時候 你花十年的時間 對我們的高山 東半邊 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先通婚 他不是馬上打 先通婚 跟你說條件 如果連這個都沒有 那時候再打 打了十年的時間 最後 台灣第一次有主權 就是日本的手頭 主管 主管就是不比這個更高的 一個權力 主管就是對一個territory 你有絕對的權利 沒有人對你怎樣 那時候 那叫做主管 sovereignty sovereignty這個觀念 一定要有 台灣人過去都沒有人幫你打 現在這樣 大日本帝國拿到台灣這個土地之後 建構了台灣第一次 有史以來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的主權 那時候 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天皇頒布憲法實施 在台灣 這什麼意思 就好像結婚 結婚 男生要跟女生結婚 怎麼結婚 追求 我送婚給你 請你吃飯 給你爭水水 最好帶你一忙 什麼叫做結婚 結婚就是要保證 保證你過去 以後只有合約的 合約存在 合約就是不能親切放閃 就是管你變老變醜 我都有對你有責任 叫做contract 叫做婚約 所以從此以後 因為憲法的頒布 台灣人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所以這叫做永久性的系統 你已經已婚了 你已婚就不會變成未婚 現在會離婚 那是另外一回事 沒有 在國際法裡面 你結婚了就結婚 你就是屬於天皇的領土 我們是天皇的臣民 這不會改變 這就是主管的一部分 所以美國就算你打敗了日本 台灣人也不會變成美國人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的丈夫已經是 已經許配出去 這樣 你知道嗎 你老公的一個年 已經是日本 就永遠是日本人 占領不宜轉主權 占領不宜轉主權 台灣人不知道 他說奇怪 現在為什麼中國人在管 很簡單 二戰結束之後 大日本帝國輸了 輸了之後怎麼辦 投降 投降之後 放棄對台灣的管理權 但主管還要收到日本天皇 還是屬於日本天皇 雖然現在暫時被人家強強 美軍在那裡被人家強強 就是這樣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現狀 他很要求 因為那時候日本太強了 所以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很簡單 要破壞大日本帝國在台灣的系統 怎麼破壞 就是用各個樓下的系統一枚 什麼是樓下的系統 中國人的系統 就很落後的系統一枚 就破壞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以前大日本帝國的系統很優秀 待會兒你看影片就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用法理 把這個中國人在管理 我跟美國說 你派人家來管這個 非非亂做 全部違反戰爭法 你如果繼續放他 我們要把你管理 管理違反戰爭法 美國人家說 好 要把你撤掉 現在中國人要管理 問題來了 台灣人裡面有一個人 放四名不讓他管理 什麼人 很多 國民黨 民進黨 台連 台獨 這些人都是 都是 只要不認為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是他的皇帝 都是 因為你的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餘虐 以前有沒有 反清負明 換作大清帝國之後 民調的不開心 繼續在這裡亂 反清負明 換作日本人就是抗日分子 那都是觀點不願意改變 你現在已經已婚了 還不願意改變什麼 人家是合法把你取進來的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很簡單 台灣人 台灣民進入在這裡 幫台灣人抓幾個主軸 其中一個 你是什麼人 過去我們都會被火器 說我們是中國人 對中國人 不是 我跟你說 你的火器 你老的火器告訴你 你是台灣人 你知道嗎 很簡單嗎 但是台灣人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一個人種 叫台灣人 對台灣這個 佛摩山 佛摩山人 最早是佛陀教人 普代人叫我們 佛摩山 但是 你是哪一國人 那就是什麼 賣老 要根據國際法律 來決定你的國籍 你是男人 男人 沒有人懷疑 但是你是社人的母 社人的公子 那就是按照法律嘛 你有結婚手續有辦嗎 對不對 我沒有說你不是男人 不是女母啊 我是說你是社人的啦 你是家人的公子 還是家人的母 對不對 那就是要 你如果結婚證書拿出來 就好了嘛 我們講 就是法律 Nationality identity 你的國籍是什麼 台灣人說不出來 他不願意承認 大日本帝國就是台灣人 真正的國籍 不改了 我們如果沒有離婚了 也沒有人可以 別人離婚了 你已經是 有老公的人 就是這樣啦 很簡單啦 人家幫你唱 要幫你搶家 唱人母的就是中華民國啊 唱人母啊 以後送的就是你的啊 跟我們台灣人招搭 就是這個中國人 跟你的議員 說你中國人 一句話跟你說 其實你是我的母 台灣人就 對嗎 你老公被牽在肚子上 要輸啊 那現在是婚婚的 不好意思喔 不是這樣那個快就變你的 還是那個母 就管他被打倒在地上 還是他的太太的 對不對 你又沒有結婚的動作啊 你也結不了婚啊 因為我是人家老婆 你憑什麼再跟我結婚 你被換重婚罪了 對不對 你其實已婚的人就是他 不管是丈夫死了 還是這個人的老婆啊 那不是 大家知道齁 現在有一個問題了 這兩個都確定以後 你知道什麼人 再來下一步 想 現在修台要開始了 另外一個部落戰爭要開始 什麼部落戰爭 中國人要去打 你要站到這邊 台灣人要站到這邊 不要站錯邊喔 對不對 台灣這個島現在要分開了喔 要說清楚你到底是什麼人 一陣民進黨那個人 帶台灣人說他是中國人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啊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的意思啊 就是中華民國人啊 剛才中國的那個人啊 你去認主國都認到中國去啊 台灣人不要了為口 搶飯糕 可能他們做工做肉都賣掉了 我們是 你看 我們是福摩山 血統上面 我們是福摩摩沙人 我們的國籍上面 是台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的人民 我們是福摩山的 你要到處去 你不要搞錯了 我們就是站在 台北站的 美國和日本的集團 這什麼 科學證據 有一個好處人 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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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這個老婆生可以討論 按照法律上都可以 但是你就要證明你是不是他生的 怎麼證明 嚴肺嘛 現在都嚴肺 看你的人對不對 是不是他的 是不是他生的 對不對 現在有科學證據很清楚 不是說你親自一個編譯到故事 說你爸爸以前在誰睡覺 嚴肺啦 所以我們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你小孩子 比如說你結婚生兒子 你一半的染色體 跟太太一半 或先生一半的染色體 會跟他們生出你的後代 所以你的生出來的後代 不是像爸爸就是媽媽 而不是像這兩個系統的人 如果像你出品隔壁的那個人 那些人怪怪的 那些生的嘛 你知道什麼嗎 一定是像這個 但是你在基因 那些染色體複製的過程會突變 就是有時候歪掉 外界有一個拉出來是幾億上億對染色的排序 基因排序有一個外套 以後對你生存的都一樣有一個記號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誰對哪裡來 那個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所以國家地理頻道會做一個研究 全球抽了七十億萬的樣本 sampling 抽抽樣本 最後把全世界人對哪裡來 都拿出來 就這張圖 你們上網去查就好 打Human Migration Map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有線有藍色有黃色線 一個是根據不同理由產生的線條 但是最好人類最好是到這裡 你看見箭頭 那是最後到的地方 從哪裡來就這樣看 從北美洲來 北美洲往前走走到哪裡 從哪裡到哪裡到哪裡 你知道嗎 北美洲嘛 所有人類 現在有在世間 六萬年前 對北美洲走出來 無論你是白人 黃人 還是黑人 四萬年前 六萬年前 對北美洲這個地方走出來 所以你這樣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非洲找到一個人的基因 代表全世界人類 都從他那邊跑出來 你知道嗎 清楚了 現在問題至於為什麼六萬年前 為什麼六萬年前 有人要對那裡走出來 那是另外一個的理由 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 我們只知道說事實上是這樣發生的 你知道嗎 有人說 大森老師我比較要知道的是 我們台灣人從哪裡來 好我們來看一條 174 M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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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北美洲走出來之後 來到哪裡 南夜門 那時候還叫南夜門 你這樣想像一下 就有一個人 不知道什麼事情 離開飛船 帶一隻 母子 有的沒有的 開始走 走到南夜門 說這裡不錯 就變成南夜門那些人的祖先 沒有的 又繼續走到印度去 那時候就留下來 六萬年前 那些人就變成現在印度人的祖先 他留在那裡生團 如果沒有的人 又繼續走到馬來的半島 再來走到台灣 有看到嗎 那條路線 走到印尼爪 再來到哪裡 台灣 台灣 哪裡去哪裡 日本 對 日本 對 韓國跟蘇聯的旁邊 我現在說 四萬年前 五萬年前 那時候 沒有韓國 也沒有蘇聯 只說來到這個 歐亞大陸的北邊進去 對 最後停在哪裡 西藏界的地方 對 北 這不知道 遼國 泰國 北部 這個地方 這個所謂的中原地區 歐亞大陸的東岸 東側這個大平原 這裡 什麼人來 很多人 你看 歐洲來的 有 離海 黑海來的 有印度站起來 很多人 也符合以前中國歷史 有大經 宋朝 四川 那些人 四川 也是不一樣的 三星堆 那些人 都不一樣的 文化跟所有的中原 都不一樣的 這裡有很多人 在這裡 所以韓國人 知道這天 他們是開心的 說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韓國人 有贏嗎 中國人 有贏嗎 你現在在看土 這是科學證據 本來就有贏了 中國人祖先 一部分韓國去的 沒有錯 對嗎 問題是韓國人 對哪裡去 日本啊 有日本嘛 你看土 倒推嘛 日本人對哪裡去的 台灣去的 台灣人對哪裡來的 印尼 對嗎 馬來西亞 印尼才來的 印尼馬來西亞對哪裡來 印度 印度最早是對哪裡 非洲 這樣給我看 所以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這樣搞清楚 有沒有 很多人在以前在這裡 藍作會 那些人是十證 中國人十證 對不對 幾十證人在那裡 兩萬年 不是十證 當然也十證 那時候他講 他去到那裡 說什麼 中國人怎麼種 就問你啊 他說 你如果說不是的話 請告訴我中國人是哪幾種人 漢滿門回葬廟 你有聽嗎 一堆有嗎 漢潮人滿 蒙古人啊 蒙古人啊 他們都說這都是中國人 不是很好笑 因為官方統計是四十六種民族 四十六種民族 哪有變成一千人 不可能 所以你問一件事 你說有中國人的血統 你把你的血調出來 把我定義 科學定義說這叫做中國人的血統 定義不出來 所以中國人這就是政治名詞 看來好聽 人家越多越大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哪有可能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就要跟我們拜 所以每一次的清明節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背祖了你知道嗎 再說一次 每一個清明節 你如果去拜我的祖先從中國來 你就背祖了 背什麼祖 背你多愛這四萬一來的祖先 中國人背祖了 台灣人背祖了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背祖了 你說你祖先從哪裡來 我告訴你 你真的祖先 躲在這個地方 中國人的祖先對我們這裡 所以他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你知道嗎 我們很清楚 日本人又搞得好笑 日本人說他的祖先對蒙古來 我說你來去檢查DNA 我告訴他 你日本人的祖先對台灣來 你知道嗎 很清楚 所以這個Dr. Smith的計畫主持人 說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故事歷史 是記載我們的會 不知道要騙的 不知道要說故事跟你騙的 你過去都由中國人的故事騙 他叫你去背 背那些的歷史 為了要把你通知 把你管的 洗腦的歷史 你知道嗎 這時間沒多久我就跳 那我那道如果說不定 你挖到的考古 這是法國南部 Southern France 挖到的一個東西 你看那上面 那是古早人的歷史 現在要知道那道是 多久以前做的 用什麼 孤六十去造 孤六十去造的結果是什麼 時間是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 時間是三萬兩千年 那時候皮卡索去看 皮卡索說 我們還有很多 要跟我們祖先搖 你看那時候的人畫的 是不是很棒 三萬年前的人 那時候就在那壁畫上畫 法國人知道這個 大家很開心 說 到底人類文明對我們才發國才 這樣對嗎 人親在公那時候你來想 這跟我們的道不一樣 我剛才不是 你看 這個時間點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年前 這個白色的山 你到歐洲那時候 已經是四萬三萬年前的事情 所以他挖到的考古 是符合這個時間點 但是按照這個圖的話 今天就來到歐洲 所以我們如果去那邊挖考古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四萬年前的東西 人類痕跡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去歐 歐洲是三萬兩千到三萬OK 但是最近怎麼樣 印尼挖到四萬年前 就合理了 符合我們剛才的圖 你看 Indonesia Island of Sulawesi 你看 那時候人的圖 以前 這在澳洲找到的 Painting could be 40,000 years old 四萬年前的壁畫 給你描出來 你看 你看那時候 動物現在都看不到 對不對 唯一跟牠比較像是什麼 KANGARU 袋鼠跟牠的小型 這樣而已 我沒有說這是袋鼠 我是說 那時候四萬年前的人 看到東西 畫給你看 現在不一定有 搞不好都絕種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剛才看到 這種東西還在那裡 你看看 這個東西現在還在那裡 犀牛還在那裡 鞭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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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還在那裡 但是還有很多東西 你不要再看過 對不對 這種東西你不要再看過 那怪怪的東西 還有這種的 還有這種的 這樣我講 來 台灣人 因為做羅蕾太久了 當奴隸 不會問一件事 因為你當奴隸之後 你的歷史 History the sense of history 已經沒有了 你只要顧你頭前那塊 那塊飯 後一頓有多吃 沒多吃的 在煩惱而已 你不會去想說 我從哪裡來 我現在在這裡創車 我後來要往哪裡去 不會去想這件事 台灣人很高興 因為做羅蕾很久了 做羅蕾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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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高跟 在台語裡 家情都沒有問題 他為了多 這個話有一個名稱 就是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現在就要問台灣人 你在家情都沒有問題 你要問什麼問題 你知道自己是誰人嗎 要不然你的死 不明不白 我說一個很難 我說一個很可憐 今天是台灣民進府 站進前死的台灣人 都死得不明不白 對不對 是啊 有二次結論結束到現在 之前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死得很清楚 我是一個人 但是之後 我真的為止 民進府在法例 抓到進前的台灣人 都想說他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是不是 你死亡證明書上面 是不是中華民國的登記 對 你死得很可憐 死得不等辨成什麼人 那最悲會的事情 你死得不但 бал ranking 說爆上名來 對不對 你名字還要行? 我才知道為什麼人 現在名字講不中就 CRA 你死得不得ということ 你死得 NA 你有活過啊 人活在世界上也有意義 這個意義首先你要找出你自己的identity 你到底是誰先搞清楚 你機器人才沒活 不然就白活了 不是只有白活就撩很多 損失很大 來 這款超人 你有看到超人電影這款無關的 沒頭的超人 我的意思就是說 功能很強大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人 就你做事很厲害 問你誰你的頭不知道 你是哪一國人 中華民國人 打他擺去 就沒有中華民國了 你去年以前什麼 人家流氓政府 美國人說根本沒有中華民國 我們只有台灣關係法底下的台灣治理當局 你怎麼認中華民國 他跟你騙的啊 你真的相信嗎 人家騙你就是第一次 知道嗎 去打改變 叫做帶家善事 去逛方送錢 那就是台灣人 但是現在要叫你來管的時候 你過去有管過一百人公司 兩百人一千人公司嗎? 五萬嘛 你要管嗎? 你的自卑嗎? 要嗎? 我要叫你管多少人呢? 我給你看一下 你才知道要管多少人 我這就要找到最後來很累 我先給你看一下照片 待會再找到回來 這裡 這裡有三十萬人 拜民進府四千人要管兩千三百萬人 一人平均要管這兩倍六十萬人 現在鄉隆教你管你怎麼管 你管得來嗎? 沒辦法對不對? 不用擔心歐巴馬也不管兩億人 沒有 美國三億人歐巴馬也沒管過 但是 只要有制度存在 他做總統就管他管 有制度啦 所以你們就要怎麼樣?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們教 要怎麼管人 要管人的頭一步是什麼? 把人分類 你不能落後再亂藏 做一個管 用一個方法 就好像你們家小孩子 不可以 老大到老三都用一個方法管 管教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本質不同 所以你要把它分類 尤其什麼樣? 用特別的教育 這樣對不對? 要分類嘛 我現在是粗略大概的分類方法 分成三種人 一種是有頭的 一個是沒有頭的 一個像動物一樣的人 根據什麼? 根據他的 這邊是什麼? Disposition就是他的天生的特質 有的人特質像什麼? 四肢腳的 四肢腳的 什麼東西? 動物啊 動物是什麼東西? 有頭要吃就很開心 沒有頭要吃就去噗噗 對吧? 就去噗噗 就要去噗噗 那是動物嘛 對吧? 所以你用食物 可以控制動物對不對? 沒有錯嘛 你可以叫鳥去跳火圈 你可以叫金魚 有海裡面唱出來 對吧? 你可以用海豚會彈跳 會唱歌 用食物控制牠嘛 不然人怎麼可以控制比牠大的 大象可以跳舞 獅子裝可愛 那就是用食物 因為牠是動物 你知道嗎? 動物最在乎的是食物 你控制食物 你來控制動物 你知道嗎? 所以這頂人好像動物一樣 你控制食物 就控制這群人 有這頂人 就是這樣 過去高雄那裡有年輕人 晚上沒睡覺 騙著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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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小時候 趕快想把那樣子拿出來 小漢東西 小漢在飛燈 要把火的東西說 小廂開始 這一百年而已 騙著 這就像動物一樣 根據動物的impulse在決定他的行為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很愛說這個 去學那個要做什麼 不就做飯堂吃 去學跳舞 去學音樂要做什麼 不就做飯堂吃 所以這就是動物講的話 對不對 講這個話不可以再說了 為什麼 在他眼中裡面 只能換飯來吃才是值得學的嗎 對不對 你叫學音樂要做什麼 不就做飯堂吃 那就是動物講的話 因為他評估一個東西有沒有駕駛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嘛 是不是 這項人也不夠好 這個換錢 對不對 第二站是用錢來評估 不是是非善惡也不是對錯 說到這項人 你也不要小看這群人 這群人有可能什麼 住的是住地堡 開的是連不給你拋架 坐的是私人飛機 很好吃 但是賣縮水油給你喝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項人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都吃 資源回收的人 這項人做的菜 做的飯 每一天吃的油 都他們做給你吃的 就是他要賺錢 為了他自己賺錢 無關別人的死我 我收水油也做給你 我的地溝油 我也提煉後 給你吃 是不是 黑心商品都是這項人 他就是跟動物一樣 有東西吃的東西 他就很高興 無關別人的死我 就是這樣 對啊 那種動物一樣的 這在社會裡面 40% 40%的人 這樣喔 你做的看起來是這樣喔 60%中產期 看對方這個國家裡面的 文明程度到什麼停多 越落後才會有人越多 為了要吃 會像別人秀書的台詞人 為了要吃 唱這道飯 因為你落後也 你去飛洲看就好嘛 對不對 非洲看 為了食物 我可以殺掉另外一個族的人嘛 為了食物嘛 他不會給你客氣啦 但是你越先進 我以為是美國的 可能中產世紀比較多 但是這項人都沒頭的人 沒頭的人是什麼意思 就是沒有是非對錯 沒有善惡區隔的人 他們對真理的態度是什麼 真理是什麼 上面的人是什麼 他的觀念就是真善美 真為前提 他的意思是說 你要說善跟美 如果沒有真理作為基礎 不用談善跟美 也沒有真理做基礎的 沒有真正的善跟美 你知道嗎 我說一個簡單的 一個人看一個女生 沒這麼漂亮 別人的母就唱來 唱來之後 每天請他吃好的 穿好的 呵護他 對不對 他都做很美的事啊 可是他沒有用真理做前提 你什麼人唱的那不是你的 無關你後來對這節目 多好、多好 那都不準算 因為你一開始就不對了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沒有真理 當作基礎的善跟美 都是假的 所以對之前有頭的人來說 很在乎是非對錯 你如果這關沒過的 唇人都不用說 就是這樣 你知道我們今天來這裡上課 是要透過上外課 獲得改變的 請假手 這樣 我都假手 你不是 是嗎 我告訴你 不對 我問你一件事 你想看看 大山老師說話 都沒有親自我白說 你要想看看 你們都結婚了 也有母子 也有老婆 也有戴幾十年了 請問 你每一天跟他生活跟他講話 你有辦法改變他這個人嗎 沒辦法 對不對 沒可能 應該不是說沒辦法 沒可能 結婚那麼多年 你有辦法改你 或是你母子 沒可能 你想騙什麼 你如果要再上課 一段時間 我就會幫你改 是不是 那有個不可能 對不對 你下一句要問 大山老師說 不然我來上課 要做什麼 是不是 我們現在來這裡上課 都邏輯推理 你下一個合理的問題 就說不然我來這裡上課 我如果不改 我來這裡上課 是不是 你是不是應該這樣問 要這樣問 應該要這樣問 這才是邏輯的對話 但是我有答案給你 我告訴你 你們本地就是這種人 你聽不懂 你們本地就是對於 是非對我 很認真的人 帶來這裡上課 我不是要跟你改 我沒有才會跟你改 但是你們本地就是這種人 你聽到法理 帶來的人趁起來 你知道嗎 你們本地就是對於法理 是非對作 很認真的人 很在乎的人 你覺得 公民都說這頭有問題 怪怪的 我聽得不懂 你他不懂 我聽不懂 然後聽不懂 然後聽不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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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聽不懂 才聽不懂 自己在這裡 長生 長生 來這裡做 我買到這的人 所以我的工作是什麼 我才做亂工作是什麼 台人,不是這個台人,台米的台,大顆的好的人都會老掉 小顆的福氣的落在地上 台人的意思就是篩選人,我要篩選人 你要對真理很在乎一種很絕對標準人,做有頭的人 我幫你找來,你一早就做領導者 領導者就是這個,你知道嗎? 社會百分之40是像動物一樣的人,百分之60是沒頭的人 只有很少百分之0點幾的人才是有頭的人,你知道嗎? 你們來就是要跟你找頭,什麼頭? 就是叫你說誰是你效忠的對象,你知道嗎? 效忠什麼?效忠我們台灣的土地,效忠日本天皇,知道你是什麼國的人 法教一定人不知道,他有飯吃就好了,有飯吃就好了 那就是台灣人啊,很可能啊,老爺啊,沒頭的人啊 那都是那些跟東部一樣的人啊 所以阿公啊,中國人用錢,用食物給你刷就走了 薪水比較好也就走了,就比中國人去了 中國人的奴隸啦,你知道嗎? 你們來就是要做這個位子啦 你的位子,你的責任是什麼? 你的位子就是要設計一個好的遊戲規則 讓下面這一群人得到幸福跟快樂,你知道嗎? 那些人不會改啦,我跟你說,不會改,死也不會改 那世世代代都做羅勒啦,世世代代都沒頭的啦 只有少數的人才有頭,知道我們法律在說什麼 我們法律在說四年喔,台灣人才來幾萬人而已 沒有那麼多耶,兩千多萬人等於兩千,三千萬分之一耶 三千分之一耶 幾千人才再補一個人,說疼好法律的,再來 你知道嗎? 所以很難得啊,每次他死 現在有一個問題,我再來問 你認為我自己人,最久的就是自由、幸福、快樂、請請請 我自己人,最久的就是自由、幸福、快樂、請請請 對不對?我這一輩子追求的就是 你認為啦 有些人一輩子都能追求一些事情嘛 你認為你的最久的就是自由、幸福、快樂、請請請 好之一,它應該到了 我以為 Seancon 你water成功是讀完 said , 好。 好吧,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自由幸福快樂不對 我先給你 знаком 自由、幸福、快樂 不應該是你人生追求目標 因為第一個,它是形容詞 它不是一個具體目標 你可以追求的 第二個,它是副產品 BB Product 副產品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你做什麼事情 我講一個故事比較簡單 有一個醫生說我死人 就是要賺錢做我的目標 這個醫生你敢去看嗎 不敢嘛 醫生說我就是要賺錢 村子沒要插 那個醫生你不敢去看 這次會好給你看幾次 你如果沒有錢要來看 他為什麼要再了解 那個醫生你不敢去看 但是有一個醫生說我提供 病人最好的服務 我還有這個實力 這種醫生你不敢去看 因為他的目標說得很好 所以因為他的病人吃這個 因為病人吃這個他賺大錢 這樣可以嗎 這樣當然也可以 因為他把目標放對之後 他賺大錢是副產品 是伴隨著他做到的事情 再有的結果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提供錢 因為目標都不對 你一個叫做Biproduct 就是伴隨著你做對的事情 正面講一個例子 一個女生 你看到一個男生說 喔他好像可以帶給我 自由、幸福、快樂 所以我就嫁給他 嫁不然看過 這沒相差 算了算了 離婚 換一個 這個還可以 換這個 這個還不行 換一個 這樣對嗎 不對嘛 教理說你應該愛這個人 兩個人一起結婚 便手之處 一起建立家庭 一起吃苦嘛 對不對 怎麼樣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好好上班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 小孩子好好念書 最後三個人晚上回到家裡面 在桌子上面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一起享受什麼 自由 幸福 快樂的感覺 一種感覺嘛 你就要做到 但是爸爸好好做 爸爸媽媽做什麼 你怎麼好好考慮 順便有幸福嘛 對不對 幸福不是一個空虛的東西 是你就要做你每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 才有產生的東西嘛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因為台灣人說 什麼館都好啊 有車子可以啊 有房子可以啊 這樣就好啊 跟母路跟妓女差不多 什麼人都好啊 水人只要給我飯吃就好了嘛 中國人館也好啊 但是我們不是要這種人啊 你要用目標設定 對台灣人真正的自由 幸福快樂才會來啊 你以錯誤的方法 你永遠得不到嘛 所以台灣人你現在就算你可以這個 你也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快樂耶 因為你是由中國人跟你騙的 你快樂得起來嗎 你死的時候以為自己是中國 你快樂得起來嗎 就算你現在住豪宅開名車又怎麼樣 你連你自己有什麼人都搞不清楚嘛 但是你如果知道你有什麼人 進到你的本分的時候 就算你沒什麼錢 你去死也就使得其所嘛 那不是 你知道你有什麼人嘛 你進到你當這個人該有的本分 你不是在欺騙中結束生命的嘛 對不對 說到台灣人就是要這樣說 才說得通 來 這就看不懂的人請去手 沒有啊 看不懂的警局所 這把頭看不懂 你看不懂 還有誰看不懂 你也看不懂 村子都看不懂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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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不懂 這樣我來問問題好不好 看不懂我就慢慢問你們問題 請問這位的是飛機大炮是不是 飛機大炮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嘛 不是嘛 那你就看不懂 那你不知道 那是位的是什麼 位的人 還是動物 人 你看不懂 那位幾個人 五個你還算不懂 十部還是十部 十部 十部的你也知道 你看不懂 你跟我說你看不懂 怎麼騙 你感覺看不懂是這個嘛 是不是 這個看不懂 沒有人說看不懂 我會說你看不懂 我問你說這誰 這是誰 這是誰 你說你看不懂 誰 說不懂 維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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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維納斯嗎 希臘神畫的一個女神 叫做Venus 聽得懂嗎 維納斯 維納斯女神 叫Venus 他現在在做什麼 你說你這個看不懂 我說他在做什麼 他說他在做什麼 他說他在做什麼 我說他在放賽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The Toilet of Venus 他在上廁所 上大號 他在上大號 連上大號都很優雅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這個目的 是要跟你說這個 這是叫做立體化派 有這百度的叫做Picasso 有聽到嗎 Picasso的立體化派 畫的時間當時 1911年你出事了嗎 沒有啦 1911年你阿公阿嬤 老婆老母那時候 畫圖你現在看不懂 百多年前的人畫圖 Picasso畫的 你現在看不懂 表現什麼 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退到那麼多 但是我給你解釋 要怎麼看好不好 來 這是不是麥克風 這樣看是不是麥克風 這樣看也麥克風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各種角度可以看對不對 好 我這個人這樣 這樣也是我 這樣也是我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不一定嘛 所以當你時間固定的時候 觀點觀察點 扁 的不同角度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邊 有的 有的對這裡看 有的對這裡看 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立體化派 你知道嗎 這叫做解碼 因為 你在我講之前你看不懂 但是我給你解釋之後 你會看有 那叫做解碼 這樣對不對 台灣的歷史 你本來看不懂 我給你解釋之後 你看有了 台灣的法理地位 你看不懂 經過我給你解釋 你看有了 你知道嗎 厲害嗎 就是這樣 所以這叫做一點透視法 你照相的時候 不可以刷你的手 你如果刷一下那個 影像的武器 對不對 所以你要固定 那就是一點透視法 你如果在這裡換位子 那就變成立體化派 還覺得厲害 就變成這樣 但是我不管你講哪一個 概念很簡單 有一個字叫做 Consistency 不管你是怎麼樣 這個字叫Consistency 就一致性 我不管你畫什麼畫 你如果是寫實 就對主頭和八都要寫實 你如果立體化不然 主頭和八都要寫實 主頭和八都要換 畫這種風格 對不對 你不能藍作為換 你藍作為換 你藍作為就變成這樣 那不會看的 不會看的 亂七八糟 一下又寫實 一下又這個 一下這個 不會看的 所以一定要一致 這個字叫做Consistency 就是在一個系統 行事系統 不蘊含矛盾 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說這個 因為我們顧美國 顧要贏的就是顧這個 你在法院裡面 就去告對方不一致 你講的論述跟你的證據 不一致 你就輸了 那不是 把關就是在判這個 所以我就問美國 請問究竟這樣合約 現在還有嗎 美國說有啊 請問究竟這樣合約23條裡面 美國是不是這塊土地 主要佔領全國 是啊 如果他會贈領全國 你怎麼可以做違反戰爭法的事情 比如說 跟台灣人改國籍 比如說 叫台灣人去做兵 對不對 比如說 一直一直說下去 叫我們拿中華美國護照 你怎麼可以做 美國說沒有啊 我們不叫他這樣做 我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你叫他來代理啊 他做現在做不對 你就要負責 所以美國就怕對了 馬上怎麼樣 法院判出來的結果 他馬上就要符合 就說啊 我不對 馬上修正 對不對 他輸掉了嘛 因為我們把他 立在的合約裡面 什麼身份 指出來嘛 你也不敢不否認嘛 你如果否認 台灣就跟你無關 他一定會承認 那承認 就伴隨著這個承認的身份 有很多的責任 什麼責任 你要保護這塊土地啊 你要保護 不可以叫我們去買武器啊 你不可以叫我們去當兵啊 你要發我們旅行證件啊 對不對 你不可以讓中國人 來改變我們的國際 改變我們的語言啊 把我們的人口結構換掉啊 你不可以設一個 假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並做台灣人 台灣的國家不行啊 你都違法嘛 那怎麼樣合法 就回到戰爭狀態底下嘛 給我們該有的什麼 身份嘛 就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要發行什麼 旅行證件嘛 你知道嗎 就是法院夠 我們夠贏了 美國就會照得做嘛 美國好在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 它也有一個概念叫做 Consistency 同時也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表理一致啦 美國你到底是不是Integrity 有Integrity的國家 Integrity的相反之是什麼 Hypocrite 你說一頭做一頭 沒流血 美國你說一頭做一頭 沒流血 美國國務院 State Department也有Hypocrite 說一頭做一頭 表面上你說你怎麼在台灣 可是你實際上 讓中華民國來這邊 說一頭假的問題來騙台灣人 我們拿他的護照多少年了 是最近才開始要改的 如果你就沒把它插出來 他就繼續做下去 那這個概念的後面 我們要講一個概念 叫做The Law The Law這個概念 它會牽扯到我們法律說的原則 The Law就是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 叫The Law 不是法律那個Law 那個Law叫原則 比如說大自然裡面有什麼是Law 萬有引力 對不對 兩個物件之間也產生引力的Law 是不是 只要你在這個宇宙裡面 你只要住在這裡面 就接受這個Law的影響 你如果住在地球上 你就接受第一星引力的影響 對不對 所以你不怕放在這裡就流下去 你如果101條來一定溫馨的 是不是 所以你只要住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要配合這個系統 你知道嗎 所以你只要住在地球上 你寫的建築法規就要符合 什麼 地心引力 比如說你蓋多少房子 要多少的建築系統 要的結構系統 你要符合一些規定 要房子 房子就死人 對不對 你如果是要過在人類的社會裡面 要寫民法 或者你要保護家庭的制度 因為人都要生拖 所以你要保護結婚制度 你要保護兒童要保佑的法 因為人要傳宗接待 所以你這個系統 要在民法裡面寫得很清楚 要保護家庭制度 保護婚姻制度 保護兒童的利益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如果跟這個原則 互相抵觸是誰倒霉 人倒霉 不會是自然倒霉 人自己死 所以你只要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要保護這個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法律的架構 法律 只要你活在這個 the law of nature nature law 大自然的法則 在基礎上我們建立 law of war law of nation international law 你知道嗎 在這個基礎上建立 這個nation 是不同國家的 互相關係的 戰爭法 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在這個上面 才有每個國家不同的 constitution 憲法 憲法上面才有 民法 刑法 各種不同的law 一圓一圓起來 你知道嗎 有這個概念就好了 所以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 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命運 你現在讀的歷史 是中國人 為何要把你統治 把你占領後 灌在你頭上 所以我們說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我們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 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 這個總 Rise的 captions 才能uv loss 你現在與你個人的觀點 這個理論 就是豬場所 一個 cardiology 我記得 指因為 你我沒有人選 國家的歷史 頂多寫個人日記 學校的校史 公司研格史 國家是有權利的人在寫的 不是 它決定 美國的歷史是印第安人的 不是 白人在寫的 白人來決定印第安人是誰 不是 印第安人之前叫印第安人 不是 是白人的好處 之前也沒有叫做印第安人 他不會說我叫做印第安人 因為美國人找不到的地方 我來想說那是印第安人 本來印度人叫做印第安人 很好笑 所以 觀點不同的時候會產生什麼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女婦跟結婚 想要彈一手給他們看 在那裡煮菜 叫他們老公坐那 兩碗菜起來之後叫他 你先吃 那個老公說沒有啦 什麼先吃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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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燒 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了 那些人說我自小的大 我們家都是 菜都很好吃 開動吃飯 沒有啦 我們家做生理的 先來先吃 那就可以吵架了 對吧 因為每一個人把他從小到大的觀點 帶到婚姻裡面 觀點不同就產生什麼 衝突 衝突就是什麼 吵架 吵架 吵架又吵架 吵架 最後就分開 頂多離婚收場 但是國家跟國家觀點如果不同的時候會怎麼樣 戰爭會死人 千萬人要走的 你說在修理就是這樣 觀點不同的時候國家就分裂 人家就去逃難 還給別人欺負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這很現實的問題 台灣人就是這樣啊 你觀點現在已經被洗掉了 台灣人的觀點被人家取代了 被中國人的觀點給你洗鬧 就是這樣啊 觀點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啊 觀點透過什麼 透過歷史觀給你改 所以你拿著歷史就決定他的觀點 中國人把他的觀點套在台灣人的頭上 你知道嗎 對 時間不夠 時間不夠 有幾個概念 我們現在先挑一下 我現在台灣人最欺負的就是這個 所以台灣在國際戰爭法裡面 台灣這塊土地只有兩種人是什麼 夾娘家跟比較娘家 occupier跟occupy people 哦 你知道嗎 軍事戰爭什麼意思 他們叫做military occupation 不管地使用 the rights of controlling power not be conferred upon the subjugated population 这军事占领的意思 念过就好了 可不可爱 可爱才有鬼 这叫野人 藏在园里面 其实要把你吃起来 你知道吗 他披着羊皮的狼 村子都园 现在中国人藏在园里面 就是要跟台湾人吃起来 你知道吗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民进党之前说 台湾的民主非常骄傲 很骄傲 台湾有自己选总统 是很民主的国家 国务院也跟我们家说 笑死了 台湾哪有民主 台湾为什么没有民主 他们说有民主我说没有 我就是说没有 我为什么可以说没有 台湾这到底有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怎么可以混在一起选总统 两个利益相冲突的双方 不可以在一起选举 最后台湾人说要选总统 中国人说我也要参与一家 笑的 人家在10亿人跟你都要选 是不是 那不同 你都知道这不对 你更好我都知道 台湾人跟中国人 占领着南之后 去选总统都会笑死了 什么叫做民主 就是你要在同一个国家里面 大家有共同的利益 为了大家的利益 为了大家的利益 我们来选做决定 那叫做民主 你如果里面是不同利益的人 你跟你的仇家 会在一起做投票吗 好笑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 以前台湾人很奇怪 建议的选举 建议的选举 这些又被选举 都做对不起台湾人的事情 那奇怪 我们里面总是有一群人 是对台湾土地走撤 本座丹那些人 我们有觉得奇怪 你若是台湾人 怎会做这种事情 你敢不把你本座丹那 放在你们家里面 不 那就是表示 他不是你们家的人 这些人是中国来的 他当然不把台湾都做他们家 所以他把他们本座丹在台湾 这么做会落去 因为这不是一个地方 你台湾人 会把蜡蜡放在你们家里 你敢不做那种 把毒留在台湾 危害下一代的事情 你做不错 毒非你想要是中国人 还是你根本就是中国人 对不对 很简单 所以这种人哪有民主 你怎么会产生民主 利益都互相冲突 不会产生民主 没有民主 State Department There is no democracy in Taiwan because they have occupied and occupied people mixed together 不可能产生民主的 不要说笑话 你如果美国认为这叫民主 这样很简单 美国跟俄罗斯人 怎么就会选举 选美国总统 这样好不好 美国跟伊拉克一起选总统 怎么不这样做 利比国人 State Department next vote for US President bring the Russian with you 对不对 all the Russian and unit American together elect your own president 不是好笑吗 是不是 台湾界到底有占领者 跟被占领者 怎么可能在一起选总统 我说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去拿中华民国护照 因为台湾人去拿中华民国身份证 以认为他是中华民国人 你知道吗 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我们去顾美国法院 就是这样 诶 中华人 台湾人的身份证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的国籍被剥夺 结果美国法院的说法 是说 没人可以剥夺你的国籍 你说当初 陈宜的那一张文件 上面写的是什么 南京政府外交部下的命令 我请问你一个 美国可以下一个命令 免除掉英国人的国籍吗 不可以 因为你是另外一个国家 对不对 所以南京政府做的这件事 在法律上有效吗 无效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都认为有效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他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的国家国籍 标示什么 台湾人原来的本帝国籍还存在 是什么国籍 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大日本帝国 你要去申请身份证 所以你台湾人都去申请 我们台湾民进府发的身份证 所以那时候Roger去告米国 结果是澄清了这些事情之后 Roger说我要去拿警官 就要向台湾人 美国说 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 Roger说我有身份证 这是中华民国啊 只能证明你是中华民国人啊 我有护照 你只能证明你是中华民国的人 你没办法证明你是台湾人 你怎么证明 所以美国就叫我们台湾民进府 开始发身份证 怎么发 根据日本时代在这个土地上 战败之前 在台湾的户籍 日本都做很详细的户籍 上面有你 或是阿公阿嬷的 名字在里面 或是你出席的时候 就在日本的家庭 这样就对了啊 就证明你是被占领的 战败的日本人嘛 对吧 你知道吗 当你是身份出去的时候 你才可以受到 战争法的保护 因为你证明你是什么人嘛 他就不能违反战争法 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你身份身份 你知道吗 譬如说 叫你去拿中华民国国照 这就违反战争法 譬如说 叫你拿他的身份证嘛 譬如说 很多人叫你去做兵 这都不行嘛 因为你去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他说你要做中华人 真好 做兵 你要做中华人 真好 说北京去 因为你是中华人嘛 做中华人真好 抽水 对吧 去买武器 对吧 因为你做那个决定 你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你要接下去 三台四台人 去用坐楼的都不知道 还很高兴 这个是台湾人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跟美国人说的就是 你拜托的 你这个AIT 到底在台湾比什么鬼了 你还骗他的手 哇 这是台湾民主的什么光荣 笑这些人 但这事先不要说 我们跳下去 今天是要帮助台湾人 你买一个土地的时候 我时间到九点 我来缩短我的时间 我先不讲这个 直接看日本时代的影片 好了 我们过去聚的一台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大清帝国殖民地 右半边不是我们的 你说大明正式王朝 其实也是势力范围 大都王国荷兰西班牙时代 我日本时代的照片 你先帮我放 然后回来放这一段 我先讲这个 来 大日本帝国 我们给它补一下 1895年跟1945年 明治28年1895年 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 军政转民政 领台商务租税节目预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 台湾总督府平议会创施 司法制度确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藩制度 医院设置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油便电信实施 定期航路开始 杜良横改正 财政金融制度 就税制改正 大阪中立银出 明治29年1896年 第二代总督贵太郎 法院总督府临时法院 地租规则实施 华山之旗 照片在这边 贵太郎照片在这边 乃木西点 耳鱼岩太郎 这是后藤新品 日本时代来到台湾做的 每一件事 每一年 所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 你自己看 这特别说到这就是 以前在田建智郎 做总督大臣10年 1921年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天皇王储 要来台湾 那台湾人 想起来 他说 台湾就来 不要来 这个 这个 总督说 没有啊 台湾的思想 恶化是在 当党那里 台湾的学生 台湾没有人 他们是社会主义 所以在说这件事 一般的人民是非常忠实善良感 一事同仁圣恩 一般的台湾人是很乖的 没问题 你可以来 那时候台湾人是什么 那样 有漂亮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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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衣服 都比你们在座各位穿得好 你看 你看看 摄桌的头脏 你看 台湾人 这流后面 你看 你看 以前台湾 本时代 1943年 全台湾小学1099所 小学生932525人 教育普及率71% 大清帝国不敢行为 一般时代 做成这样 日志时代 台湾人留学日本的风气 有20万人 20万人 这些人哪里毕业的 我告诉你 这些叫做杜聪明 高雄医院的医学院的創办人 你看 有些教育学生 外观 同学路 岩水龙 岩村安 吴喜元 柯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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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 化学 經濟 神学 政治 医学 哪个学校 Columbia大学 UVD UVD Campaign 常春等的学校 那时候的台湾人 20万人出国 那是中国人想的 他自己造化 大家想看 现在看相片 我接下去的相片 从有一些地方抓到 所以要跟他们 謝謝credit 网路上抓的 早上大清帝国 1895之前 1885年的时候 早上中国人在台湾做什么 幾項來的 開成 開廟 抽稅 貪污 開成 開廟 抽稅 貪污 要記得喔 這是馬接博士 加拿大人 在Princeton 託生卷後來台灣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壽命 35歲 20歲生做老伯 30歲做阿公 再來就聰明了 所以大家都賺到了 我們現在都賺回來 台灣人的平均壽命 像雞龍蠻水器 這是日本時代 來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在 喔 這個 先給你們看好了 日本時代這樣 給你們看相片 我時間不夠 你看 台灣人要手跟手 搭載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中國人在我們裡面 我們才沒有同心的感覺 我們現在都是同心 因為我們都同樣的身分 我們就很容易大家相信 each other 因為同一種人 我們會為了台灣人來打拼 那時候的年輕人是這樣 可以堪作會 不是像中國人在你裡面堪不起來 你知道嗎 那時候台灣人是這樣 都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大家有團結的一心嘛 有一個土地打拼 你看 比較早的台灣人是這樣 這不是太保 這是大學新修班學生在念西 排句 日本的排句 你看 像不像歐洲 劍橋 Cambridge Oxford 有一個滑船隊 你看 以前日本人 台灣人是這樣 學劍道啊 舒摩啊 柔道啊 以前台灣人裡面生的男朋友 放鯉魚棋 以前台灣的女孩子是這樣 學武術 茶道 縫紉 花藝都有 以前台灣人是這樣 衡陽路那邊是這樣 以前日本時代是這樣 這是台灣不是在日本的 這是台灣的 以前是台東的 台東這麼漂亮 現在郭敏東說起來 跟落後的地方一樣 這照片不叫 來 放一下影片 那最後那照片我走快一點 我給他們全部看完 照片 照片先看一下 不好意思 照片先看一下 我用很快的速度給他按過去 要拉到最前面 從下面拉 一下拉到最前面 我開始看 OK 開始 我按得最快 你們用眼睛 看一下 這是日本時代 高砂族接受教育 你看 第三孤陸 就是現在的中山女中 在日本時代 你看 每個都很漂亮 小孩子 女生 每個都是五官端正 清秀 看得很聰明 他們老師 鐵道旅館 日本時代 北女裁縫客 三孤陸 三孤陸 你看 以前的棒球隊 南門國小隊 每個人都有棒球帽 棒球制服 手套 棒球棍 球 領隊 隊齊 教練都有 過去的台灣 這個地方 最然後最後打到KNO 加農 株西營 甲子園 打到最後 全民運動 日本時代 公車 超山溫泉流 以前是建中的學生 建中的學生 這就是歐洲嗎?不是的 館前路 台北的火車站走到哪裡 就是台北博物館 你看 這過一個台灣 台灣有博覽會 我們發電到一個庭頭 亞洲的台灣博覽會 世界各個人來參加 國標舞的比賽 國標舞的比賽 在鄉下 主動的鄉下 幼稚園的日本老師和他的學生 新章 台中 給你們看 台中 如果我準備要放鞭片 很快就過去了 這個中法 每一家都有主來做 彰化水源地 台南流中的 日本時代 台南 台南師範 你看 踏踢衣服 有高級嗎? 日本天王來視察 海軍、陸軍 高雄、博士棒 高雄博士棒 這是全民運動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我現在給你看 日本時代 幼稚園園優惠 高雄水產試驗學校的學生 派對 我們屏東的屏東 那的台灣軍 你看 鵝鑾筆 全家出遊 請日式和服 塞車 你看 屏東便當試吃會 屏東婦女會 鵝鑾筆的燈塔 基隆女中 去收水 你看 這是日本時代的台灣 是這樣的 放影片了 好 南進台灣 這是日本時代 去買鴨皮 不是誰想皮 這邊的影片給你看 台灣 台灣 阿樂 1895年 4月17號 馬關條約確定以後 台灣貴族我國 明治28年 6月17號 台灣總督執政40年的時候 去的影片給你看 日本人在台灣做什麼事情 新興的台灣 大清帝國的落後 現在就這樣 台灣人人人每次都這樣 狡猾到 改例之前 台灣被大清帝國當作 畫外荒帝 居民是畫外之民 改例之後 日本政府致力於通話訓譽 成為帝國臣民 成效卓智 改例不到幾年的時間 平定土匪的叛亂 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里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是軍事方面 都非常的完備 相當短的時間裡面 有這麼成績的話 要感謝什麼 皇室一世同仁的恩賜 台北市開始給你介紹 台北市那時候有夜景的 不要講 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做很好 電都供到每個地方 照片都有夜景 台北市 1911年8月 有颱風 順便把以前 大清帝國蓋的 後面的東西都把你拆掉 順便開始 重建台北市 先把你拆掉 保留這個東門 這就是三線路 三線路就是快車道 車子 慢車道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中國人以前不知道 什麼都市計畫 那時候台灣總督府 總督府 那時候計畫 台北市的中心 就叫做三線路 台北市有聽 台湾會有六個酒 每次酒有酒聽 有地獅 管理 這個我們以前的制度 基本是來制度 台灣君主任僕 那時候我們叫台灣君 貢賣局 中央研究院 不是中國人的 中央研究院是日本時代設立的 這是什麼 台北醫學院的台北醫院 台北醫院 鐵道局 郵政部 這邊是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電力官司 那一天 有些日劇也跑來這邊拍 總督府官邸 總督府 他們住的地方 現在總督府以北 在橫陽路那附近 你們看 公共汽車 一台一台走 穿和服 人力車 Taxi 主要街道以放射狀 騎盤式的方式張開 City Planning 這電子卡 稍微跳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這鐵道旅館 台北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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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車的車子非常便宜 廣泛的使用 這慢慢來 沒關係 我讓他看看 現在要走去 現在要走去那條 這叫什麼 明治橋 今天買的就是魚鑽 魚鑽上面就是神社 新鮮 這是會比較駕人河 以前中山 叫做表餐道 要去拜神社的那條 這是台北駅 台北駅 台北駅 每一個人叫一口去起來 這補武館 五人在市民地 去補武館 那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地方 才會去補武館 你知道嗎 台北駅 還有電台 放售局 台北駅 每一天都有 這是植物園 那也有商品陳列中心 做商品 生意 商品 陳列館 來這邊 稍微跳一下 這邊稍微跳一下 大條件 這就不用介紹 直接跳 那就是中國人 那時候去廟 去廟 求生財務 就是這個 你不要看見老婆 老婆 你現在來看看 有些老婆的 你不要看見 有些人不要看見 我等一下給你看 你看那世紀家 你看 這就是我阿嬤的老婆 來跳過跳過 這邊稍微跳過一下 現在 雞人蝠滴滴滴滴 到七星山 再來會怕 北斗 運轉 再來淡水 什麼 Grof Grof令入 日本時代 做到很高水準 怕Grof 你看那可能噴水底 你看 北斗的運轉 北斗的運轉 日本人那時候 你設置 這個 淡水高爾夫酒廠 你看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那現在新店 新店 我直接看茶葉就好了 好不好 直接看茶葉 日茶的過程 我要看茶葉字 你看 頭前是手工 再來是什麼 你等一下看 那時候有一個 日東煌雜就是 你看 機械化 日本時代就是 生產線 目前人們就 那個 頭髮都綁得乾乾淨淨的 對不對 輸送袋 包裝 你們現在在說 1920年 30年台灣 已經這樣 阿公阿嬤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做事 這是日本高水準的做事 中國人是不懂 對 他來這裡 就是跟你照顧孫 以前 台中那麼漂亮 你看 柳川 台中 是日本 娘頭 伊奧 七星的城市 日本人來的澳 才有成立 台中 有台中的京都之稱 阿 這是台中的酒店 好 這邊稍微 再往前一點 看一下那個 台中公園 你看 那時候台中公園 就這樣啦 一天水地這樣 1920年 生前的台灣 就是這樣 阿現在是要公日月潭 你要用電 高級 現在的話都是要用電 你都要來 日月潭 日本人那時候 給你家為創花這麼好的 高壓電線 你看 南北 還難跳過 剛才我本來講那個電台 電力 阿23 阿這家基 待會兒這家基 台灣的城市 那時我告訴你 台灣的城市 都要活活的盡量 沒有偏遠的地區 台灣的那些水 沒偏遠地區 中國人在說偏遠地區 還會說偏遠地區 水果罐頭外銷 那都要靠湯 這要保持水果 往來要出口就要靠湯 你看那時候 包括火車都把你運到鋼口 設計很好 這裡慢慢看 慢一點慢一點 那時候你看 日本是來用雞來的 已經用這種機器在運作 耕耳 1920年30年台灣都很先進 砂糖為原料 點心、煉乳、罐頭其他工業 那時候我想 Apple可以做鑽 提煉酒精做 工業燃料 酒精喔 技術提煉 這是先進工業 這裡不是這樣喔 蜜糖可以做酒精 燃料 國策 對酒精的製糖製造最近日益興盛 一罐一尊良情的 工廠就相當 稍微 你看有糖業試驗所 非常費用心理 做Research 好 烏山頭水庫 江南大郡 他本人在做 台灣的倒作就是這樣起來喔 一年三季 三季潭這個蓄水池 作為58里 供應15萬余甲的水源 台南酒裡面 幹線27百公里 三年輪作 是因為這個 給水的設備 做出來才有 來,現在去打工了 高雄 你看那時候的高雄港 日本時代有什麼 那時候的火車 頭幾年就把它做起來了 日本人不用幾年啦 我們做一個 高雄港那樣漂亮 那時候就這樣 直接換掉來掉去 台湾南部 我們在說日本時代 是現在 日本時代會很頑皮 來這邊跳一下 我們直接看那個 看那個 馬子里 來這沿著港口 台灣人 你想到日本嗎 沒有啊 內地,我們的內地是日本喔 不要弄錯了 到 家人 富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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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週夜就到了 固定的航班 走來走去 內台 定期航路 無法想像的豪華版航路 Luxury 台灣 南部開發 國策指數 期間 台灣拓殖會社 台灣拓殖會社 移民招致 其他 未開市開拓 面華的栽培 特色金融事業 都取決 台灣 台灣人 還未開拓 台灣人 現在 台灣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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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漂亮 那時候有海底電纜 直接繞到台灣 還有回機 固定有航班 回台灣 英國 沖縄 內台航空 東京 歐斯卡 福福卡 港 一日子 內地 台湾 台灣 常常接種 産業 和経済 南進 國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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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 專科學校 有當警察 有當老師 我 好 那今天一口 我選到這裡 下課